Hello YouTube 我是李sir 我這段影片是講中三的第四部書 例如7.9 題目就說有三種顏色的波子 有紅色 有綠色 有黃色 三種的波子在袋裏面 而三種波子的比例 數量的比例就分為2比3比5 紅色就是2 綠色就是3 黃色就是5 他說現在紅色的數目就增加了8% 綠色的數目就增加了10% 黃色的數目就減少4% 那又是這樣 增加就是1加8% 然後增加就是1加10% 然後減少就是1減4% 你會發現這些地方就可以很快地寫到這些 寫到這些其實相對地就做得快很多了 OK 好不好 然後他就說叫你計算% change % change是新減舊除舊 首先我們要知道新和舊 但問題來了 只有一個比例就沒有給你每個波子的數量波 那怎麼辦呢 但你看看他現在叫你計算% change是指所有波子的 所以我們就假設 之前有一條Level 2也是的 就是講那個profit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就是講那個profit 就是呢 可以回顧一下 就是講的 譬如說的 譬如說7.6 他也是沒有講過profit的 而它又叫你計算是profit的percentage change 就要抵抗P出來 這次也一樣我們沒有的數量 就抵抗Y或X 沒有數位的 就抵抗Y 假設Y是所有波子的數量 是原本的 原本的 Y是說所有波子的數量 但它不需要分別去計算紅色 綠色和黃色 那怎樣計算 方法就是先計算原本有多少紅色 黃色 綠色和黃色 那這裏Y5 三Y10 是什麼來的 其實很簡單 由於現在一代的波 紅色就佔了兩份 綠色就佔了三份 而黃色就佔了五份 這裏有十份 而總共有Y那麼多的波子 那所以紅色 紅色 就是二Y超過十那麼多的波子 假設 假設 現在我們Y是50才算 用實數字就會更明 比較簡單的 我如何計算到紅色有多少波子 不是就是50 隨以十份 因為總共有 為什麼這裏有10 就是其實是怎樣計算出來的 其實是2加3加5計算出來的 總共有10份 然後我有50多波子 那麼隨以十份 而紅色就佔了兩份 那就乘以2 這樣 所以如果我把這個50變成Y的話 就是Y乘以10乘以2 因為是3份 那現在有WOW2 就是5Y超過10 約了之後就有WOW2 其實是這樣 其實那個黃色 那個紅色 那個綠色 綠色 和這個黃色 其實是這樣 然後就很直接了 就是它要計算新的紅色波子數量 Y乘以2 Y5乘以1加8% 然後綠色 綠色就是Y3乘以1加10% 不要用黃色 用綠色 綠色 OK 接著就黃色 這個為什麼變成黃色 OK 這樣 行不行 這個變成綠色的 分別就算到0.21 其實你按計算機就是1加8%除以5這樣 這樣就算到這三個數 就是全部都是Y的 因為Y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 我知道總數量就是將這3個0.126Y加0.33Y加0.400Y 就算到總數量 這個就是新的數量 將新的1.026Y就選擇舊的Y 就是原本的數 除了Y 新減舊除了舊 所以它就是增加8%就算到2.6% 所以它就是增加… 哎呀好煩 好煩… 不要這樣 來一次黑色 再一次 再一次 增加了… 增加了2.6% 行不行 OK 那你會見到其實整個題目的複雜程度的原因 是因為它沒有給你真實那一代波子有多少顆 全部加起來 那你假設Y的計算部就是完全一樣的 其實是跟之前的長褲高的計算方法是一樣的 不過它要分開加起來而已 OK 那你記住 如果它沒有給你總數 其實最後會弱了的 你看到最後這裡會弱了的 其實這裡它省日還有一步給你提判 其實就是1.026Y其實是減了0.026Y 就減Y 就隨意… 失誤 沒有減Y 這個這個 是這個 0.026Y 就經過 về回報一下Y 就乘2% 其實には少了一步的 就是省日 touched 不知周知省日也準確會再明та 其實是那麼 那麼弱了Y 就是你跟著會弱了Y 弱下去 這樣就剩4.026倍 帶ps1%就是2.6% 行不不? 希望你明白这个Level 2 短片就到这里了